就像五哥講了 現在真的是爭取超 就是非常緊的時間 因為藍白要在這個大法官 做出暫停處分前 他一定要跟人家講說 我的國會聽證權是要幹嘛 是要查超師 是要查這個快篩 是要查這些弊案的 是要查光電 這民眾才會有這個支持 所以我覺得說 現在賴清德跟藍白的陣營 大家都在掌握這個民意的支持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是什麼 兩件事情 賴清德總統他宣布了 我要架設三個委員會 同時今天宣布 我要全面開戰 他這個信號彈 等於是完全打上去 烽火直接點下去 他等於是一個超級的攻擊手 直接宣布 我就是要開始全國的烽火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 很危險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過去賴清德是有潛力的 他在臺南市議會 是有真正的這樣子 直接跟這個民意對幹的一個過程 有這種總統 難怪黃國昌講什麼 帝制嘛 這是接近帝制 但是我真的很不想用這個字 他講的意思說是希望在野黨 不要這樣動 照法令上在野黨當然有權力可以動 所以他就說希望 可是到黃國昌 總到嘴裡就變成說 你為什麼說我們大家不行動 沒有他是拜託大家 在那以前是不是不要動而已 可是他拜託意思就是說很奇怪 因為法律你已經公告了 就是可以動 那現在我認為就是說 賴總統的心態是什麼 他感覺好像自己的那種少數的那種感覺 引領他必須要這個對決到底 那我就是很new的脾氣 過去他在臺南市議會總共兩百三十二天 臺南縣議會到臺南市議會 地質史上少見 然後呢他不跟議會請假 他不甩你議會的監督 結果被這個監察院彈劾不care 我就是不進去你拿我怎麼樣 那個叫做不演了 那時候的賴市長 現在變成賴總統 他是同一套人 賴金河就是賴清德 你不要覺得想要改變他 所以我必須要講 現在就是看起來現在國民黨的基調 朱主席今天在臉書直接講了 六成民意將團結直接正面迎戰 沒有要客氣了啦 你看這些民進黨的民意代表 今天在立法院幹嘛 想說你洪夢凱 你怎麼接下來要查台積電 竟然還要拿我們的護國燈 當這種盾牌 當這種墊背 我真的覺得現在 黃國昌今天講到這件事情 我覺得民眾有感 為什麼 因為這感覺好像是皇帝啊 帝制啊 林涛問一下 如果要是大法官最後做出來的事件 結果不管有利不利 國民黨都會全部買單嗎 我基本上覺得 因為尊重大法官的決議 可是我覺得在這過程中 大家一定要讓這個民意的基礎 因為我覺得現在不管是吳宗憲 還是傅崑前或是這些人 他論述的是什麼 大法官其實全部都是民進黨執政時期提名的 那過去從廢死走到現在 真的是符合民意的基礎嗎 還是你受這些政治力的影響 要做政治的判斷 OK 蘇貝現在看起來的話 你可以在治理行間 包括羅志強委員他們講那些詞 會不會聞得到那個不信任的感覺 就是然後傅崑奇特別講說 都是在你民進黨籍蔡英文總統 所任命的大法官 時務委這些 那那這樣走下去 我剛剛講講時間 對綠營來講也很重要 因為大法官如果要是沒有做暫時處分以前 藍營跟白營一定不斷的在這方面 把新法律裡面用了這些包括調查權 聽出來全部都往下走 那你們怎麼辦 視線跟暫時處分 我想都是法律有的程序 是我們可以做的程序 所以這哪有帝制 我如果賴清德真的要帝制 就是像習近平這樣子啊 什麼都不管你啊 我管你法律怎麼規定 對不對 視線暫時處分 全部都是法律的程序 他今天開了記者會 這是在回應國民黨過去的講法 國民黨過去不是最喜歡講說 蔡英文都走在總統府都不出來 開記者會 人家現在出來 直求對決 針對你的反對覆議案 他認為治安難刑的部分 他告訴你 我為什麼要提示線 而且我要暫時處分 而且認為說 你這個部分有違憲 所以這個在野黨不應該針對你們 現在通過的這個法律 不以貿然行動 我想是一個非常友善的一個提醒 那如果真的很地質 如果真的很權威 我告訴你 他是直接下令 所有人不能去 但他不是這樣下令 所以這個我是覺得國民黨不用用這樣子的方式 包含黃國昌 不用這樣的方式啦 講說什麼太上皇 臺灣沒有太上皇 你現在因為你的這個擴權法案被提示線之後 你站不住 你怕你檢討斷想起就罵先把人家大法官全部貼成綠標的 我覺得這對這些大法官來講實在是太不尊重了啦 未來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有可能這一些法律專家也是被國民黨提名為大法官的 而且翁曉玲 國民黨的翁曉玲 國民黨的上人翁曉玲 要不要問問他 他同不同意他把他老公 陳春生大法官同不同意羅志強委員所說的 這些大法官都是叉叉叉的什麼狗 我覺得這真的太過笨了啦 另外我覺得為什麼要視線 這吳宗憲國民黨法治委員會的召集人自己在臉書上面寫的東西 一定要mark給大家看 這網友叫做說荒謬笑死 真的是荒謬笑死 他說什麼 他說國民黨現在提了這個法案 應該只有部分違憲而已 部分違憲不是違憲嗎 請問國民黨跟民眾黨你們所主導的法律 為什麼會有部分違憲 你們部分違憲還不讓人家討論 還硬把這樣子的條文送過關 行政院提覆意希望你們再討論 國會改革可以 但法案有違背 有違憲的部分 可不可以再討論 你們完全不提啊 然後你發了臉書說 我們只有部分違憲 這到底是怎樣 他今天有加一個他講說 他那時候講這個前提 但又回到剛剛講的那個議題 他說大法官可能會受到政治力 又回到我們剛剛前面講那個 可是大法官受政治力 大法官不會受政治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大法官 跟大法官無關嘛 你自己都說你的法條是部分違憲而已 請問法條可以部分違憲嗎 這句話 你單以這句話來講 因為我不講嗎 包括總統府 總統府行政監察全部都提事先案 我不知道他內心裡面會不會覺得有哪一些好 譬如說 總統急問急答這一塊 跟現在憲法的規定 是不是有漢格或什麼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指哪一部分 我覺得這一部法條其實最大的問題 就是沒有經過充分的討論嘛 所以你自己都認為有部分違憲 那你要有部分違憲 為什麼不好好的討論之後再通過呢 我讓你們兩個對個話好不好 請問一下為什麼會這樣 基本上其實我覺得剛才蘇培在講 這人家吳宗憲今天早上已經講得很清楚 他是在假設一個情境 就是說今天大法官 因為過去是民進黨提名 然後現在民進黨有四成的法條提出來 那會不會就是他會判成部分違憲嗎 他是在這個情境裡面評論 所以我覺得吳宗憲是真正的 就是說把很多情境講 但不需要這樣講 原因是因為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就堅持自己的法案 我們通過的立法院的這些國會改革法案 就是帶無疑義的 所以今天如果民進黨要拿些吳宗憲 或是斷章取義拿些語病出來講說 你看啊他也覺得他就是覺得他違憲 可能網路上這討論的很多 對但我聽說說 大家回去聽他跟今天的成績 你就知道基本上他的邏輯 是想要把很多的案子提出來 好你剛剛又講了就是說 因為大法官都是民進黨任命的 所以都會解釋民進黨的法條沒有違憲 國民黨的法條就違憲 會這樣嗎 請問吳宗憲真的講這麼白嗎 這一些大法官吳宗憲自己過去是受過司法 這個調查官訓練的 這些大法官有多少是他老師老師老師啊 老師的老師的老師啊 你可以這樣講嗎 老師有怎樣 對跟錯跟你是誰的老師沒有關係 對你們的態度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最大嘛 現在國民黨加民眾黨我最大啊 我說了算嘛 我說你大法官會變成綠油油 你就會變綠油油 沒有啦 趙蘇培的邏輯啊 法官提違憲的理由 我們會才提出修正版本 所以啊如果你都覺得大法官可能針對這一步的法案 會有違憲提出 請問你們當時為什麼不好好的討論呢 為什麼 這個是現在大家要問你們的 然後你們告訴大家說 跟你講說接下來如果大法官做出這樣子的決議之後 我們會怎麼做 你們現在認為法條有違憲 也針對大法官提出違憲之後 你們會再修正 請問為什麼民進黨立法院行政院這些憲政權力 受到這部法律侵害的人 不可以提出視線 而且這不是指侵害這些官員 這還侵犯了誰 侵犯了今天這個吳佩毅在跟這個洪孟凱爭吵這件事情 彭博在昨天發了新聞 說我們的晶片業者非常對於這個擴權法案的法條非常的擔心 他們認為會有洩密 這不是彭博不是綠柚友吧 還是對國民黨來講 要是彭博又是綠柚友 民進黨很會說啊外媒彭博 我彭博我就一定要聽嗎 你要去看一下彭博他的內容吧 國民黨是去做街頭的訪問 然後其中一個台積電的匿名的員工出來講說 他也擔心這國會的內容 所以不是今天彭博個人的社的意見 而是他去做街訪有一個匿名的員工這樣講 所以我覺得今天民進黨常常講 彭博啦法新社啊美聯社又說什麼了 你好好的面對洪孟凱的內容會很難嗎